我們接著請大家回到這邊來 剛剛大家都體驗過OBS之後 你回到最外面這邊 對了有沒有同學有什麼問題 好像都沒有人有問題 都忘記可以提問了有沒有 如果有問題記得來這邊問一下 好你先回到上面這個訊息 你跑到最下面 你可以按鍵盤上END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氣象的網站 各位應該有在網路上或電視上有看過這個吧 剛好這兩天變天嘛 所以 你也可以當氣象主播好嗎 OBS裡面有內建瀏覽器 所以你可以點到這個網站 你可以進到這個Windy 你進來之後呢 他 如果 你沒有給他特別的地點 你下面這裡 他還可以看到什麼 動畫 就是你可以播放 看這幾天的天氣狀態 在他的右手邊 在他的右手邊這裡 還有一些其他的風速有沒有還有溫度 你就可以知道 像這樣子大概 可能要到禮拜三禮拜四 才會比較回暖有沒有 而且有沒有發現 風速明顯降低了 今天的話呢 還算 風比較大一點 風比較大一點 他也不只是只有這個 還有其他的 就是 你可以像這樣子 連空氣品質 現在加進來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樣子去做 那如果你要指定地點 也可以 也可以 假設我現在這個地點的話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網址複製起來 我可以進到我的OBS裡面 看一下 我現在這個背景 先不管他 好 你看這邊 加號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瀏覽器 就是這個 瀏覽器 OBS就內建了一個瀏覽器 所以你可以 把你要上課的網頁也好 就把它開在這裡 好進來 那麼 剛剛我們有複製一個網址 我就是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網址的地方 接著你告訴他你要的這個 網頁的寬跟高 欸哥還記得我們剛剛如果你要 一般Full HD 就是1920乘多少 1080 就是在這邊 你把它貼進去 所以我把網址貼進去 然後告訴他 1920乘以1080 這樣子 確定 有沒有我們的網頁就進來了 當然你就可以把他擺到我們的後面來 擺到後面這邊來 這樣我的人就上來啦 這個瀏覽器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上來了 這樣是不是就在你後面了 就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 雖然我沒有做瀏覽 在這邊沒有瀏覽 可是 你應該可以知道那個概念 這樣子你要做講解就OK嘛 但是要注意一下 現在我用的是他內建的瀏覽器 所以跟你剛剛那個網頁有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 跟這網頁沒有任何關係 你要操作這個網頁怎麼辦 請在這個瀏覽器的上面 按滑鼠的右邊 你會看到有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互動 他 唯一一個有互動的就是 瀏覽器 其他的都沒有 因為其他影片啊 視訊不需要互動 所以你這是網頁 所以 我們在這邊把他按 右鍵 互動 他會有個小視窗出來 各位 這個小視窗不會被錄進去 因為這個是真正你在操作網頁 你看我在裡面放大 我在裡面用滾輪 有沒有 這個小視窗滾輪 這裡是不是就進來了 這樣有了解了嗎 等於說你要操作網頁的話 會是像 我在這邊操作 在這邊操作 那你要移動 你看我這邊移動 我們現在有點延遲 所以 移動 他就在外面就會跟著移動 當然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是要做這種 虛擬盛盆 我通常會比較建議 最好用什麼 雙螢幕會比較好 因為我這樣操作 總是這個畫面比較小 你要打字 或做什麼 總是比較不方便 那所以如果你有雙螢幕的話 你就會比較簡單 好 會比較簡單 你看到他右下角這裡 我順便講一下這一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工作室模式 其實呢 平常各位在看節目的時候應該有發現 我們一般在看節目都會有所謂的什麼 片頭 然後呢 還有正式節目進行 最後是會有片尾 或進廣告嘛 對不對 你看 我進工作室模式 這個 現在是這一個 我把左手邊的換一下 這樣代表什麼 右手邊正在錄製或直播 左手邊是我即將要切換的 你就剛好可以在這邊做準備 等到時間到了 進廣告 按一下 有沒有切過來了 就廣告繼續播 我們就去上廁所了嘛 不是這樣子嗎 對吧 所以其實直播也可以休息一下 也可以換成主持一下 一樣的方式 等到你時間到了 我再切回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概念 OK嗎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 它內建的流氧器 其實效果也不錯 效果也不錯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把它做處理 這樣有沒有問題 等於你 long完環境 好嗎 請你去旅行 別傑出來了 這就算了 給你一個 進來